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太的channel 哎呦 很紧张啊 很紧张啊 今晚英格兰对这个 什么啊? 荷兰 是 我昨晚看这个法国对西班牙的时间 一心是想着是西班牙赢的 今次我真的猜中了 松太输了 他以为会和波 他以为会和波 我估计是西班牙赢的 但是松太死都不信 我没有输了 因为他觉得我是一盏超级灯来的 是那些超光大火素的灯 我买什么都不告诉他买什么的 接着我看看有人传了一张Meme图给我 就是说 他预测用那些国家的中文名 预测那个球赛结果 那时候法国对西班牙还没踢完 因为法国也有另一个名字叫法拉西 即是法国拔走西班牙 法拉西 或者拔住西班牙 所以预测法国会赢的 但是很明显错了 今晚那场就是英格兰 就英国隔走荷兰 哦 哦 那就预言 是啊 那就预言英格兰会赢 如果根据这个八字来说 就是有很大的危机 但是没办法 他拔太野艇了 所以要提前拍定 否则是出不迟的 所以应该大家看片的时间 就已经会见到赛果了 那我希望真的是英格兰 好了 今集的主题就是要讲工党的政策 因为我们答应了大家就会讲一讲他新上任之后 其实会发生些什么变化呢 我原本就一直都想着 因为这么多年保守党执政 尤其是由肥波开始 我想从文翠山开始了 我就已经都很留意他们那些变化动 通常都是你头个一个月 两个月甚至乎是 feel不到有任何东西是有冲击的 就是feel不到他有有些微的改变 直到可能就是第一个mini budget 那你拿卓卫斯那个就最佳例子了 就是卓卫斯上任了之后 都等到差不多 等了整个星期之后才宣布他那个mini budget 你才叫有些impact 但是开始那段时间 不觉得有什么分别的 跟着新卫城上任也是的 他也不是说马上一声就出来宣布班子 都是要等一段时间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改变各样的事 但是这次工党上去就很不同 可能因为第二个政党 他所有人物的面孔全部变了 再加上他很快地去做事 我不知道他以前14年前是不是这样的速度 但是至少现在是这样的速度 而那个做事的速度是比保守党快很多的 这个不是说实际的工作效率 是他告诉你他做事的速度快了 就是我现在做这个 跟着我就会做这个 然后我就做这个 同时之间我进行那个 那变了很多新闻不停爆出来 都吸收不及了 我想大家看到可能都会觉得好运的 可能这个也是个Tactic 是的 浸了你 就好像你打官司 讲多些东西给你听 先打官司 那你要对方交文件给你那些 他就一大堆证据成塞满过植物房 让你自己慢慢找到他 他借了一种这样的感觉 他口不过气 他太多东西了 那一次过就没办法可以吸收到那么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整理了一下 他一上任 即刻带来的一些改变 或者即刻正在做的政策 他的priority是什么 那我们昨天的影片也有讲 C纪然星期二的时间 就叫了所有国务的议员来宣誓 然后他又跟新闻成调换了位 他又发表自己的委论 那有三百三十五个议员出席 是破了纪录的 整个墙都是人 破了纪录的 对上一次是三百二十七个 1945年的时间 哇 即应该是Wincent Churchill那个年代 大人长 是 应该是 Churchill那个年代 那现在还多了他 三百三十五个 那他上任的时间 他就发表了他第一个 以首相的身份 第一次在国会里面发表他的讲话 嗯 这个讲话呢 就引起我一些不安的 说真的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就是呢 他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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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句他就说呢 我们国家呢 这个议会呢 有史以来 这么多样化 这么多元化 diversity 他说我们的议会 OK 就是有很多不同年龄阶层的人 很多不同的 性别的人士 是啊 很多不同 肤色的人士啊 就是所有人聚在一起 是啊 多元的 议会 是 那他也都呢 立刻呢 就称赞呢 他说这个议会呢 现在呢 是世界上 最大规模的LGBTQ plus的议会 是吗 是 他是这样讲的 OK 那我听完之后呢 我就觉得 他会不会快了少少呢 哈哈 我们刚刚由另外一个极端 啵一声 去了这个极端那里 是 那我们 即是听我节目的话呢 我不是反对你LGBTQ plus 是 你无需要在这儿公开地这样讲这些说话 是啊 你干嘛要去突显那样东西出来 是啊 找支marker highlight住 那又怎样呢 我想问 是啊 那LGBTQ plus又如何呢 不知道 是对于你的施政 未来那五年的执政 有任何帮助吗 即对于普通市民来说 对吧 对于我来说没什么 是啊 我们是看工作能力的 是啊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 关键就来了 为什么他会这么多元化呢 原来施己燃的内阁一上任 他一上任 他就要安排很多的 不同的政府部门的工作 给他其他的MP的 是啊 一般来说 就会安排一些 本身是有做过MP的经验 甚至乎可能有在政府经验的人 才让他们担任一些政府的要职 正常 施己燃的班底里面 是有五个新人 从来未从过正 令这个议员的经验 是委任了他们做里面的 不同的政府部门里面的一些职责 根据新闻报道呢 他委任的新人里面呢 是包括这些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一个议员 另外呢 有支持女权主义的议员 有一些是支持LGBTQ群体的议员 甚至乎有一个呢 在这个影子内阁里面 已经担任了三年影子司法部长的后座议员呢 他是没有得上去做这个司法部长的 原因就是因为呢 这个工党就委派了另外一个人去坐他的职务 他就感觉到非常之惊讶 我有这么多的经验 我在后座的时候 就是在影子内阁里面 已经做了几年这个位置了 为什么你现在上任不是我做的呢 会是另外一个人做的呢 那就和他这个多元性别 多元文化的议会 那个组成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他是刻意地 刻意地将他组成的成员里面呢 是加入很多多元的文化 多元的族群 多元的性别 去令到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 咦 这一个党呢 就是为了全部人去服务的 为了多元化 多元民族 多元性别 这一类型的东西 就是多元是比有经验重要的 他就和Reform UK 保守党走另外一个极端 那我真的想问 exactly 现在是不是多元就代表好呢 那如果是多元就代表好的话 那我们以后就是 上班见工 其实你都不用看我CV 你看我肤色就可以了 是吧 强调 我是黄皮肤的 是吧 强调呢 我是可能我是同性戀者 又或者我是LGBT群体 是 那我就可以得到工作机会的了 写CV最重要是highlight这几点 是 你完全不make sense的嘛 你是以工作能力去取胜 而且你是服务的国家 我还害怕 现在 大佬 这帮多元文化的人 他一定是不多不少 是有一个自己主张的东西 而通常他自己特别主张那样东西 或者本身独特的身份那样东西 都是较为小众一些 那就是说他会在他自己范围里面的政策 就会很极端的偏向那样东西 自然啊 而这样就得不到一个中间大家都认可的 policy 或者政策出来 那你执行起来 是不是更加困难啊 我想问 我现在不是说我不支持你LGBT 不是不支持你多元种族多元文化 那问题是 那些班底全部人都割走极端 就好像一只海胆那样 你明白不明白 他的能力值全部都是 这个就是那边的 这个就是那边 这个在那边 那我想问 那海胆有什么关系呢 海胆有什么很spiky啊 他们的能力值啊 他们的能力值啊 我只是想起一把那些海胆 不是 松开 我只是喜欢吃海胆而已 我们现在在讲的一只 未剝殼的海胆 不是剝殼放在寿司桌上面的海胆 真的被你击死啊 我真的 我是离了题 但问题就是 你作为领导阶层 你怎样领导这一班 可以用硬硬硬硬硬来形容的班子 那他完全没有做过没有经验 和他 没有做过没有经验呢 我觉得都可以累积经验的嘛 是不是 但问题是 他本身他主张的东西 他独特 他本身他自己 我自己是属于这个LGBT群体的 是啊 我赞同小朋友是可以 四岁就已经可以改变性被自己去决定的了 假设 那是很极端的嘛 那样东西 是啊 那你要在推动这个policy 或者是和其他不同国家 比如医学上面啊 或者法律上面的层面 和其他专业人士讨论的时间 那你就谈不上了 你太极端嘛 是啊 你没可能过去 这个我是假设的 但是问题是 我听到他这样去highlight 去highlight 去highlight这件事 是 我就不是太过认同了 好了 我们就讲完他这个讲话之后 我们讲一讲他的政策 那其实有几样政策已经开始实行的了 第一样呢 我觉得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治安的问题 嗯 大家没看到呢 他说就是增加警察那些事是有实际进行 暂时没见到 是 但是问题是囚犯呢 他就已经放风出来说会尽快释放的 那么根据新闻的报道呢 现在目前是英国的囚犯呢 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服刑期限的话呢 嗯 他们是有得提前假释的 就是可以提前放出来的 是 一般来讲呢 就最多最多呢 就是他的刑期的一半 就是假设譬如你判监六年 那么你如果行为良好 表现良好的话 守守规矩 坐三年呢 你就可以出来的了 是 但是就不是个个都可以了 视乎你犯些什么的罪案 你有多严重 你有多严重 我有拍戏的 是的 很多的因素影响 但是呢 保守党当时执政的时间呢 就因为已经是过度多 这个囚犯在监狱里面 不够监房 那么人口太多 人满为患 那么他怎么办呢 当时呢 就有两个方法的 第一 就是呢 是可以给那些囚犯呢 再提前多七十日假设 最多最多七十日 就可以给他们放出来 第二呢 就是 叫那些法官 不要那么快去判案 等他们在这个 叫他们坐 不要做得那么快 是的 在基留所里坐久一点 或者在家等 等这个 上庭 上庭 审判啊 叫他们尽量拖卖 所以变成有很多罪案呢 可能是 可能审了两年都未判到 都继续在这条街上走着 都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呢 就一直 施纪然呢 都是工党都有去 针对这件事 就是骂保守党 什么都做不到啊 那样东西 那但是 当这个内政部 新的内政部部长 这个Yvette Cooper 上任之后呢 他也都向新闻媒体呢 承认呢 这个问题呢 是没有一个快速的解决办法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是处于一个呢 非常严峻的时间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要从长计议 要想一下怎样搞 但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呢 我记得工党是 是提出过 不知道要起多少监狱啊 是啊 是增加多少个位啊 各样东西 那你是不是现在很稳定地去建呢 是不是 不要坐在那里和我讲 动了工尾 不要跟我讲 你现在没有快速的解决办法 现在快速的解决办法 就是你快速去找个地去动工 去建这些监狱啦 对不对 好了 现在是此其一 第二就是他们放风 出来说呢 他们会将这个刑期的 就是可以放出来的上限呢 调高 就是譬如你现在坐六年的话呢 那本身是最多50% 可以不用坐 现在呢就是你只需要坐40% 就可以了 再缩减多10% 10%很多了 六年的10% 就最少是八个月的 八个月八三二十四二百多日 那你和保守党讲的70天呢 都还要差三倍又多 是不是 是啊 如果你要坐那么久的那些刑期 是啊 你越久的刑期 它越放出来那个短的 就是 放出来的时间呢 就越快 是啊 就是如果你判一年的话 只要坐四个多月啊 是啊 就是其实很多罪呢 都是一年监禁差不多 譬如你在家里打人啊 就是 穿重伤那些啊 我说的 又或者非礼啊 那些都是差不多一年期而已 就是几个月而已 他都 你不要说叫他后悔啊 觉得糟糕 他都还没开始忘记 那个detail啊 是啊 都已经走出来 那个受害人都还没开始忘记 那个detail 他已经在这条街上又再走回 是很快速就可以出来 那另外呢 就是他有讲到明呢 有几类人士呢 就不可以这样做的 譬如是一些强奸犯啊 暴力的罪犯啊 这类型呢 就不可以那么快放出来的 那但是你怎样界定他是暴力的罪犯 因为譬如 好像我们上次那件事 譬如有人入屋打劫 嗯 他又拿了刀 又蒙了面 又斧头 又斧头 又敲烂我玻璃 嗯 在受害人的角度来说呢 他绝对是暴力 是啊 非常严重的暴力 是暴力来的吧 刚才他没有打你 Exactly 他没有伤害我 他只是用言语上 恐吓 和拿着把刀威吓我而已 实际上他没有用那样东西来襲击我嘛 但是他又襲击我到门啊 到门是死物来的嘛 那我是生物来的嘛 我没有流血 我没有受伤 没有送医院 那又算不算暴力呢 你站在法律的层面来说 他没有攻击你嘛 是啊 你也没有证供说他会攻击你 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有攻击过你 是 是 那其实是非暴力的 那件事是 你这样的层面去看的话 那是不是那些人都可以提早 60%的时间可以放出来呢 喂 如果你做犯罪集团呢 那样真的很好找的 因为呢 他只需要固定找十班八班人 那这班 这班去抢完 那真的不要抢了 断正 偷了 下班 是啊 是啊 那以前呢 可能你要找多些才能够擠到嘛 现在不用了 现在那个人数可以 接着在那里写旗 啊这班出来了 你可以去做了 是啊 安排那个档旗 好像酒店安排房给你那样 我可以请少60%的人 因为他早60%的时间就出回来 继续找食 哇 你完全是 是帮助犯罪集团 是犯更加多的案 不是啊 我从个受害者的角度去看 其实是安全了的 因为他不可以打我嘛 他一打我就不可以有这个判刑了嘛 是这样的 就是你觉得他们 做这件事之前 他是会熟读了这个法律条款先的 我一定会知道 你应该有看新闻 可能是 我听过松仔说 打劫你千万不要刺他 你刺他的话 你要判很久的了 你不刺他的话 很早就放出来 是不是这样 是啊 你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所以呢 我们这些叫half glass 就是半杯水 剩下半杯水 一定是已经喝了半杯水 是hockful啊 是啊 这就是完美的在松泰山上体验 那你 就是其他的那些 你不要说爆炸 就是这么狼死那些 那你偷车那些 或者街上抢阿婆手袋那些 有算不算是暴力呢 他抢而已 他没有扯烂你 他没有扯烂你 那他没有扯烂你 或者那些 阿婆跌倒就行了 阿婆要不跌倒 不要拆水 他就是抢完 哎呀 说时迟那时快 9秒9秒 斗一斗回阿婆 阿婆 阿婆 站好了 扶稳 扶稳 我走了 OK 我走了 拜拜 这样 会有这样的搞笑场面出现呢 哈哈哈哈 好了 讲完监督问题之后呢 其实呢 工党呢 他们要在7月17号之前呢 他就要交一份 整年的一个概念蓝图 给这个国会 是呀 在7月17号国王演讲的时间呢 他就要拿得出这份东西 所以里面要包含很多东西 经济啊 治安啊 医疗啊 教育啊 国防啊 住屋啊 所有东西都要包括在里面 就再不是一份政杠 而是政策 所以呢 时间就非常紧逼了 那我们现在第二件事 讲讲这个经济和税收方面 嗯 经济和税收方面呢 就是给这个财相去管 那财相呢 英国有史以来呢 第一位的女财相 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Rachel Reeves 那Rachel Reeves呢 原来是英国呢 八百年来 第一个女性的财相 八百年喔 破了纪录 比戴卓尔夫人 之前从来没试过有的 根据ITV报道呢 原来在这个财相的私人办公室里面 是只有一个尿兜在里面 咦 只有一个尿兜 那怎样去大便 嗯 是啊 没理由啊 照理上 男人都要磨泡泡的嘛 那现在呢 他就说要拆了 要拆了尿兜 为什么要 但我就反对的 因为第一 不知道你做多久 第二 你的工党是支持这个 unisex toilet 多元文化嘛 是啊 哪怕有一个是磨泡泡 或者另外一个又进来说 急尿 那怎么办呢 一起磨咯 是不是 不是咯 我的问题是 他八百年历史里 为什么要拆了 你多加一个坐姿就行了 可能那个尿兜是古董来 里面有八百年前的DNA在里面 可能有考古的一个重要性在里面 Anyway Rachel Reeves就提出了 在未来的任期里面 有两条fiscal rule fiscal rule 中文应该是译造一个 经济上的规则 就是他们自己的党里面 定给自己的一些目标 一个死线来的 OK 那条死线呢 就一定不可以越过了 越过就代表他fail了 OK 那两条死线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 他们公营机构的盈余呢 一定要是超过他们的负债 就不能够再问取了 OK 就是他们要赚到的钱 要多过他们问取的钱 那这个是第一个fiscal rule 第二个fiscal rule就是 他们在任期里面 必须要维持到 GDP对付债的比率呢 是呈下降的趋势的 是 哪怕只是少少都好呢 就一定不可以向上升 是 那这两个呢 就是他们自己 定立给自己的一个财政目标 或者是财政的死线 嗯 那单凭看这两个这样的财政目标和死线的话呢 那我觉得呢 Batron Reeves 那个他的经济理念和他的施政呢 会非常之接近保守党 为什么呢 因为Jeremy Hunt做财相的时候 在2022年呢 发表过一模一样的fiscal rule出来 是完全 完全是copy and paste 好 那有两个可能性的 第一 就是两边都认同 这两样东西是我们 的经济命脈里面的死线 不能够超越 嗯 第二呢 就是有可能是 工党觉得 咦 旁边那边好像挺好啊 等我值得先 copy and paste 做不做到就迟些再算啦 那有什么可能性啊 那但是Rachel Reeves 感觉上呢 她的能力值是较高的 嗯 就是看上去是所有东西都 比较符合做这个财相位 就是整个内国里面 那么多人里面 她是算是一个 就是比较上 我觉得是令人满意的一个内国成员 另外呢 在税收方面呢 基本上呢 已经订立了 未来的五年会是一个什么形态了 那有几样东西呢 是不会加的 第一 VAT 一个销售的增值税啦 嗯 第二就是国民保险 National insurance 嗯 第三呢 就是你的所得税 或者是公司税 就是你公司 所赚到的business tax呢 也都不会再增加啦 其他的主要税率呢 理论上都不会加 但是这几样东西就一定不会加 还有你的工资 你的income tax 也都不会加啦 那工党呢 就宣称啦 他们呢 就将会是保障 working force的人呢 是可以得到这个税率呢 维持在低水平的 但是其他地方赚的钱呢 比如capital gain 这类型呢 是 他就完全没有提了 所以我们就是看他没有说那些东西呢 是 你就知道啦 他就会从那些方面去发展啦 比如road tax啦 是不是 那都是working people 有road tax 不是的 road tax呢 他可以是可以在 只是加有钱人的 比如那些贵的车 那现在都已经有了 你40万以上售价的车呢 可能是800磅 1000磅 越贵的车就越贵了 road tax 是啊 头几年 你二手买回来 只要他头五年的售价 是超过了4万磅的话 你都要交这个贵的税率 嗯 所以这些地方 其实保守党已经在用了 是啊 他就会原用这些东西 再额外自己 再增添一点点下去 听到好像没什么不同而已 听到其实就没什么不同的 那他也都说呢 这个这样的税率呢 就是刚才说的 主要几样不加的东西呢 会冻结六年 喂 那其实你不就是 做回保守党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冻结了那个income tax 或者是这个business tax 那其实 你不就将更加多的人 丢了去这个higher income tax 那里吧 是啊 是啊 因为你有通胀的嘛 同一样东西咯 其实 是啊 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所以你看到呢 Rachel Reeves 那个 那个经济概念 那个思维 那个思维呢 是Jeremy Hunt那些 那些来的 完全没有分别 但是他没有说的税呢 其实真的还有很多是可以加的 譬如你可以是加这个 inheritance tax 就是已经40%了 他不cut 反而可能再加 可能50% 60% 不出奇 他没有说过不会 是不是 是啊 还有stamp duty overseed stamp duty stamp duty也都可以针对加 某一个族群的人 嗯 譬如是一定是 你买得四房独立屋的 就要比贵一点 这样 行不行 他不一定是以个售价 或者地区 或者售价 伦敦呢 可能买一间三房的 mid terrace 已经等于是其他地方 买一间五房的独立屋了 嗯 那OK 我现在就以个屋形来去计算 或者一个赤数去计算 可以不可以 越大赤数 比如有前后花园 有室内车房 有utility room 就要加税 他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做这件事 可以特定针对某一个族群的人去加税 比如说council tax council tax也可以 因为其实本身council tax已经分 Band A B C D E 他只是加Band E至Band F 可以不可以 Band A B的维持不变 Band C就加一点 Band D又再加多一点 他可以针对那个族群来加的 嗯 那比如还有一些 比如Air Passenger的duty 比如你搭飞机 那然后呢 你买机票里面又要再加这个燃油附加税 那些什么能源结症税 这个其实是很大机会 因为工党是港购能源结症的嘛 所以加这些税呢 绝对不出奇 比如climate change levy 气候环境变化 这个是差公司的 嗯 但是难保说 你翌日开燃油车 patrol diesel出去呢 他说因为2030年之前 就要禁止买这些车 他会不会到时候 你很圆满的 不过你开这些车 我就再给多些税 就是这个地球污染税 但是我就算要给地球污染税呢 我也是会坚持开patrol车的 报道里面也提到 不单止不排除会加我刚才所说的税之外 他现在海外买家的印花税 也会由2%很大机会增加到3% 以筹集额外多4千万的英镑 所以如果你说 对于移民英国的香港人 如果你是投资 或者你未来 头半年来不到 你买好房子那些呢 那这个呢 对你来说就可能很大影响 多了整个%的 还有呢 他可能见到 你香港人买得多楼的话 或者你其他地方来的人 他买一楼过来住了 那他知道呢 你头半年是可以refund的 嗯 那他可不可以把那个年期缩短 可以不可以 4个月 3个月 2个月 成交完28天内要拿鎖匙 嗯 那你就没得refund了 你赶不下 他就是 他现在我不是不给你refund了 那但是你 照正常来说 你英国买房子在英国住 那你本人就应该去英国了 嗯 比28天你去拿鎖匙 都还不够了 我还要再给你多些时间 他是 大条道理 堂而皇之 可以推出这些东西的 那 你这件事情 对于你香港人移民 影响大不大 极大 他根本不需要去改变你5加1的 就是5加1的计划 他是不需要去改 因为 对它的影响太小 但是如果你说 喂 你所有香港人来英国买房子 或者其他外国人来英国买房子 他本身就算是想住的 但是 他来不及 搬不及家当 搞不定他自己的东西 没办法去缩短了 那个时间里面来到的话 我就没得refund 这个可爱买家人花税了 他就可能会看中你 喂 那是不是 我缩短了你就不来 不会的嘛 你决定了来 那你那2-3% 你就是预了亏给他 预了硬食 就没得refund 对于你的计划 是不会有改变的 如果你决定要来的话 那几千磅 怎会改变到你的计划 嗯 问题是他就很堂而皇之地 可以拿了那笔钱 好了第三 讲讲这个房屋 工档经常挂在口边 会多建150万间房屋 在未来5年里面 平均每年要多建30万间房屋 他没有说明这30万间房屋 是公营房屋 还是私营房屋 还是公司两构一起呢 我估计应该是两构的 没可能是政府自己可以建30万间公营房屋 那标准就建30万间 顶尽都是建20万间一年 还要差不多年年都没有目标 对上那几年呢 只是建10多万间 只是目标的一半都不够 那你何来可以突然之间 5年里面建30万间房屋呢 是 即是1年里面建30万间 这是此其一 第二就是他们说 哦我们就会找一些 那些叫Gray Gray什么 Grayfield Grayfield land 来建房屋 就是一些荒废了的土地 嗯 那你找一些荒废了的土地 来建房屋 那它荒废得它 当然是它自己的原因的啦 譬如是交通不便 又或者是达地本身 可能是有毒素过多 污染的问题 又或者是非常之格涉 地势又不适合做其他的发展 不就不会不用啦 是啊 它才会荒废的嘛 那还有你建房屋 不是只是建房屋那么简单 你是建一个城市出来的嘛 是啊 因为你建完那些屋 那即是怎样啊 我在随便找个地方 挖核个洞 那你建一栋楼出来 但是没有楼 什么都没有的 周围全部都是树 你去住啦 好像SIM 有屋啦 有屋啦 你玩过SIM City 你都知道啦 你突然间在中间 什么都没有的沙漠 你建一栋楼在那裡 没路 没水 没电 什么差都没有 那你就住啦 住不了会死的嘛 那些人 那你很大量的基建 后面要配套 是啊 龚东是没有提过这些东西 它有建多少个发电站啊 建多少个架空电纜啊 建多少个马路啊 不要说建马路啦 你现在搞定 我们现在有那些Port Hold 对不对 我们那些马路上面的Port Hold 我开车呢 我觉得自己是在开越野赛车 那样转着来走的 全部路都是 一样就扭了 一样就避 它说它会承诺修补多 不知道每年修补多 几百万个那些Port Hold 是啊 但是你从时之间 你又要建一些新路 它是不是一路会数着给我看的 那还有很多呢 医疗呢 建医院啦 建学校啦 建巴士路线啦 建监狱啦 那些人都要买菜 吃饭 当然是market啦 shopping center啦 喂 喂 我的脑想完 我都开始 轻机呀 那些烟都开始飘出来 你要达到一个房屋标准 不是说你 就这样找荒废的地去建就行了 是啊 好啦 我当你 这些东西你都plan好了 那你这么大的团队在后面 你一定有人想这些东西 国家级应该是 是啊 问题就在于 你突然之间这么多人去建房 那你第一件事就是 喂 本身可能要做那些规划啊 或者是审查 你会不会是快速通过 有去得过扯拐啊 总之随便 没什么伤亡的 不会死人倒楼的 我都签名落实 你可以批了 是 那就变成了 可能监管上面会出现问题 这个是此其一 你看一下工党把持的council 你就略知一二 这些东西 第二个问题就是 喂 如果你所有人都突然去建房 那建造业就很蓬勃了 是啊 很多人都走去建造业那里做事 嗯 然后呢 你建造是需要很多的材料的 是啊 譬如是木头啊 砖啊 砂石啊 不要说这些 我想你运那些货车你都不够啊 是啊 那如果我是做运输的 嗯 那我做货车的 八达啊 你猜我会不会便宜给你啊 是不是呢 那么多人要啊 本来呢 我一个礼拜可能是有十间公司找我做 现在有二十间公司 哦 那就先到先得咯 嗯 哪个给得起钱 给得最多 路程最短 又运得最轻的 那我就去咯 你 那我等咯 你给Double价钱 我运少一半东西 我可以考虑一下 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 一定会 恶性加价 嗯 那你建出来那间屋的成本 是不是会大增呢 嗯 你突然间逢一声 去增加那么多 你就是那个 那个需求那么大 是啊 那你那个屋的成本便很高 是啊 那你怎样呢 你叫那些发展商 建一大堆楼出来 然后呢 就用之前的价格 卖给那些人 是没可能的嘛 发展商也要赚钱的嘛 还有啊 他建了那么多楼出来 你就是增加了房屋供应 是啊 那增加了房屋供应 那个市场有什么理由 要其他的屋 是和他的价钱是 一直继续升上去呢 嗯 你多了需求 你多了那个供应了嘛 是啊 那么价钱就自然会下调 等于现在PS5都降价回去 原价再跌少少啦 嗯 以前就要炒价吃而已 嗯 那你那个 那家屋本身的价值 又不升上去的时间 但是你那个建造成本 又不断地上升的话 那我就不太知道 他怎样可以从中 是可以拿得到平衡 那些钱是怎样回到来 还有呢 其实很多其他政策 就和他这个建屋的政策 是有抵触的 比如你说要建学校 嗯 那建学校就自然要有 管理的人员啦 要有老师啦 是不是 嗯 他说 因为加这个私校的VAT 就然后拿那笔钱 去请6500个新老师 嗯 先都不讲你 是那班 如果不 比不起不读 要回来工营 工营学校里面 读那班学生 你怎样处理之外呢 嗯 还有这些新学校的老师 你去哪里拿钱来请 是否又再加VAT VVAT 加到40%好不好 然后再请多些老师 去这些新的学校去做呢 那还有呢 他说要加那些公职人员的人工 譬如医生啊 护士啊 那样东西 那你要加那些人工 你还要额外再聘请多些人 去满足这些新的land 的grade field land 里面所建的一些 卫星城市 他们的需求 嗯 那那些医生护士 又有没有人工加呢 嗯 那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 那好了 真的 这些东西都搞定了 那别人 人家就会想啊 我住那个人 你会想 喂 那那里看上去有些格涉 如果我搞不定 那我去不去好呢 嗯 那如果大家都不想去那里住的 又躲在市中心 都是这地方方便一点 这地方上班好一点 我都是挂了这地方 那你就将本身那堆的楼价 再推高 是 因为那些人都是想 在那个地方住 那里 为什么要住那里 为什么要住那里 那里方便啊 就是等于你Kingston Sorbiton 为什么那些楼价特别贵啊 方便啊 是吧 那里住的配套好嘛 那些学校理想嘛 医疗质素 可能有价位高 Council有钱些嘛 你无端端扔我那个荒山东西 我都一无所知的 那就是等于我在 英国里面自己移民啊 是吧 那我搬走了 我老爸老母还在 我的朋友啊 亲戚啊 uncle undie都在 我为什么突然要搬去 其实你香港以前都遇过 一些新市镇的问题 我本身可能住那些人 这么抗议拆卸 重建 因为他不可以原居安置 那他就变成 这里没有任何人去认识了 他又不想搬去那个陌生的城市 再重头来过 你会有很多这类型的社会问题 陆续在这几年里面浮现 这个是要带前提去建那些屋出来 所以某程度上呢 保守党呢 没有说过要加建任何房屋 而他只不过是说 我会更加容易帮你上到车呢 某程度上呢 其实他就是考虑了 后面刚才所讲的一系列的问题 两样东西呢 都是更加用 就是希望帮助年轻人 可以尽快得到属于自己的家 但是背后所隐藏的impact呢 就保守党的计划 其实是小一点的 因为他可以原居安置 亦都可以你自己选 你想要些什么 政府又不用再去搞那么多配套出来 发电厂啊 架空电纜啊 就是讯号发射器 你手提电话 你都要收到 你知道英国有多少地方 连电话都收不到的啦 你就是建那些5G网络啊 都要有时间去建 还要公共交通工具 当我懂得开车也好 那你都要 有地方给我买菜啊 有地方给我吃饭啊 有地方给我吃饭啊 你很多这些配套 还有那些体育中心啊 游乐设施啊 council啊 重新滑区啊 猜拳 猜拳 不要再讲了 再讲那条片 TP啊 牙医啊 那条片完不了了 还有牙医啊 其实这个情况呢 就等于你看Netflix和看电视的分别 电视就是它不断制作很多节目 然后呢 希望你们会看 啊 都很丰富啊 那为什么你还不看电视台呢 为什么你还去看Netflix呢 因为Netflix 是watch on demand 我想看什么我就看什么 就等于买楼一样 我想住那区 那区有一个需求 自然那个市场就会在那些地方 建多些楼 是吧 那所以就要Depend on工档 如何去计划这件事 就是 喂 你是不是在有需求那个地方 而那个 譬如个私人发展商说 我有利可途啊 有人 我建了又会有人住这里了 那所以呢 你容易少少给他去过pass的 他去建楼在那个位置 那那些人可以在原管去认为 交通方面啊 学校好啊 治安好啊 这些地方 他才有那个Depend在那里 而不是你出去无端端 去生家 那里建一块东西 你去看 你去住啦 那样 他是不会展示你的嘛 就是建楼呢 不可以只是为个数字 达到个数字的目标 就叫做成功 那如果你说是Depend by demand 我觉得是最为重要的 就是我有这个需求 那然后你那里真的有楼 那然后呢 你政府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优惠给我的 譬如说 你可以用一个较便宜的价钱啊 或者利率低一点啊 你的Depend少一点啊 你可以有个组合啊 政府包底啊 就是类似这些 你不可以太极端啊 我之前说过 如果你政府包得太多底 那最后都是我包底而已 所有其他纳税人负责给 你两样东西加在一起 落药 就不可以只是落死一种的 两样东西加在一起落 就会比较中庸之道一点 那如果它太极端 一美为个数字来讲的话呢 那我觉得它的计划呢 失败的可能性呢 就颇高了 那现在是言之上早啦 因为呢 还有五年的时间去看 它究竟是搞成怎样啦 那而且呢 它讲这些政策呢 就是蝙蝠真的 都会比较长 那这个政策 其实我应该尽量简化它 是告诉大家 以及背后会有些什么 隐藏的忧虑 那但是呢 我们都能够遮掩到两三个 那我们迟些可能呢 有机会 我会再讲到教育啊 国防啊 医疗啊那些呢 那我们稍后时间呢 再和大家分享啦 Anyway 那今集的节目呢 去到这里差不多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钟仔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啦 下集再和大家见啦 拜拜